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來說說邱跟基野第一次任務的故事 煉巨人小說最佳拍檔中的 成為搭檔的那一天 因為影片篇幅一定程度上是我改編的 如果喜歡,推薦自己去看小說 享受更多細節 那麼我們馬上開始吧 窗外放野望去是一片銀白色 邱看著眼前不斷飄落的雪 覆蓋了大地的每個角落 邱來到了北海道為家人掃墓 這是每年的慣例 但今年因為店智跟帕娃的吵鬧 邱根本沒有空檔憂鬱 不過現在店智跟帕娃睡著了 邱在這個當下可以稍微放鬆一下 南海中想著是已經過世的搭檔 這樣想起來跟他的初次見面也是在墓園 過去邱被教官岸邊帶過去墓園 被通知眼前叫做基野的女人就是自己的搭檔 邱對基野的第一印象是失望 認為在任務中出現如此嚴重負傷的人 應該是實力不計 這樣的人對於自己像槍枝惡魔的復仇沒有幫助 基野對邱說 你能派上用場嗎? 邱回答應該吧 雖然對自己的實力有自信 但突然這麼疑問 邱一時之間也不好回答 基野繼續說道 你是我第六個搭檔 其他人應該派不上用場全死了 阿邱 你可別死了 在初次見面後的兩週 基野突然的在公安處叫邱上車 上車後又沉默不語 邱終於受不了了開口提問 這才得到了答案 恩... 恩... 要去事件現場 邱從基野的話語中 清楚了認知到 這個女人根本沒把自己當作搭檔 完全沒告訴自己有事件發生 還要自己問了才知道 這次是為了除掉魔人才出動的 媽 阿邱還是新人 狀況我明白就好了 啊 剛剛經過的那家拉麵店很好吃喔 嗯 不過好吃的是炒飯而不是拉麵 噢 他們家拉麵也夠難吃了 兩個星期前 失魂落魄的樣子 雖然收斂了許多 但基野總是讓邱做文書工作 或者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 難得這次是真正的手勢出動 卻不詳細說任務內容 不過邱認為這是件好事 因為基野不需要派不上用場的搭檔 這代表他不會因為鬆懈而負傷 自己因為還是新人 沒有選擇搭檔的權利 所以為了有一天能殺死槍子惡魔 至少要讓眼前的女人認同自己 邱說的聲音因為很臭我要開窗了 欸 不要啦很冷耶 啊對了 阿秋 你沒抽過煙嗎 秋回答沒有抽過 怎麼了嗎 媽 我看你那麼囂張 根本就還是小朋友呢 啊 欸 你還真的開窗了 欸 全隊覺得很冷耶 秋說 但純只是比我找進公安的人 我不會把他當前輩看待 欸 所以你不認同我 那就是彼此彼此了 到達目的地是一棟老舊的集合住宅 基野在下車的同時跟秋說 也我和委託人談 阿秋就在旁邊看著吧 這次任務的委託人是既應該住宅的行政法人的負責人 這一星期許多住戶遭到魔人刑機 因此很多租客退租 原先預定的租客也都取消了 為了不被影響經營才請公安來解決的 基野利用經驗從委託者口中得到了很多有用的訊息 像是魔人現身的時間是傍晚到晚上 至今為止有三戶住戶 聽見有人按門鈴前去一門同時遇襲 魔人外貌上戴著黑色的兜帽 嘴裡有著許多根尖牙 持有十字弓或者弓箭類的武器 委託者回答原來剛才這些資訊都是目擊者提供的 他們是事件的被害者 掃除遇害後僅存的人 如是基野跟秋動身前往親身經歷事件的住戶房間 並向他們一一詢問當時的情況 第一位是肥胖的中年女性 她說自己當時聽到門鈴聲就打開房門 馬上就被劍指責而嚇倒 呼了過去 15分鐘後醒來了 發現自己沒有受傷 可能是劍刺歪的 但自己的全家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說完後婦人便開始哭泣 第二位是戴著眼鏡年約30的男人 她說自己在做晚餐時 妻子聽見門鈴聲後去應門 突然就發出慘叫聲 自己趕緊過去查看的同時 看見了魔人把弓箭舉向自己後 就暈倒了差不多15分鐘 當再度醒來後妻子已經身亡了 或許是射完一把 自己也沒有受傷 男人拿下眼鏡擦拭雙眼 去說著夫婦期間有多麼深愛 第三位是一個年輕的獨居大學生 她說自己被射到的瞬間 差點以為自己就要死了 大概15分鐘後自己就醒來了 說到一半 大學生接起了走廊上響起電話 接起電話的時候 瞬間臉色大變啦 睜大眼睛大叫這是不可能的 告訴邱跟基野 自己有機事必須馬上離開 結束了調查後 基野跟委託者要求 明天傍晚要給他們一間房間住 並特別指定要401號房 因為這是解決事件的關鍵 想當然委託者一口就答應了 今天兩人就待在管理室 基野正在取出剛才叫的外送 而邱非常專心的監視大門外面 警惕者可能會出現的魔人 突然 一匙炒飯出現在邱的眼前 递向他的嘴邊 欸來嘛 委託者好心找了外賣給我們吃 冷掉就太浪費了 欸呀這盤炒飯真的很好吃喔 你吃看看嘛 來啊 求說了一聲我自己會吃後 接下了湯匙送進口中 那味道確實美味 外送的食物就是出自 基野口中那家的拉麵店 來這個呢則是招牌的醬油拉麵 基野興高采烈的端來了另一個大碗 求提高警戒 戰戰兢兢的吃上一口後 瞬間猛然咳嗽吐了出來 這味道像是下水道的髒水 這個呢叫做沼澤拉麵 老闆說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好吃的跟沼澤一樣 會讓顧客無法脫身 但這味道其實是沼澤的髒水吧 秋問基野 既然知道難吃幹嘛點 基野回答 自己就是想讓秋知道到底有多難吃 就讓秋繼續吃吧 另外還有剩 跟基野捧富大笑的狀態相比 秋扳起臉來問基野吃飯就算了 現在喝的是什麼 基野喝了至少六瓶的啤酒 這讓秋無法理解 現在明明正在執行任務 但基野有自盡的說到 反正明天就能解決了 秋則是認為現在應該就要去抓住魔人才對 我們有了關於他特徵的線索 一定可以透過其他住戶問到 魔人佔據的是哪一個住戶的屍體 基野反駁道 秋聽完後又更加疑惑了 那既然如此 到底為何能在明天就解決事件呢? 基野得意的笑說 你想想三次的事件發生的時間 被提示的秋馬上明白了事件都是隔一天發生的 第一次是五天前 第二次是三天前 第三次是昨天 所以基野才說明天會解決事件 不過準確的說 凶手跳的時間點是家人團聚的晚餐時間 聽到這裡 秋才反應過來 明天傍晚魔人就現身 回答正確 嗯...來吃一下你的臉價當作獎賞吧 好啦 合遇的基野靠近秋的臉龐 但是被一手推開 秋問基野竟然如此 在哪裡埋伏也是個問題 基野懶散的點了根菸 覺得這是個笨問題 但還是回答了秋 嗯...所以我才借了401號房啊 基野告訴秋 魔人會從1號房開始依序按門鈴 答案就是這樣 秋反駁 1樓和3樓全部都住1號房沒錯 但2樓住戶住在2號房啊 基野解釋 因為調查過後發現201沒住人 所以魔人才找下一戶 聽到這些完美的推力 秋一句反駁的話都說不出口 深刻的清楚這就是經驗的差距 喝醉的基野又再次提及自己死的5個搭檔 要秋不要死了 畢竟連長得那麼可愛太可惜了 所以明天就乖乖待在後面 魔人就由自己對付吧 當秋正要開口時 基野已經睡著了 終於到了隔天的下午3點半 秋先行一步到達401號房 看著自己手中的刀 現在自己還沒有跟惡魔契約 唯一的武器就是這個了 而打破原本緊張的氣氛的 是姗姗來遲的基野 基野因為宿醉 和躺在桌子上睡覺全身痠痛 嘴上還說著憂哉的話 但隨著幫忙來臨 兩人也都停止著說話 專注在門外 終於在聽到門鈴聲 刻意不一門基野讓魔人焦躁了起來 基野這時才開門 並用幽靈的右手控制了魔人的右手 讓他的弓箭射歪 並用力的打出了拳棋 魔人並被打飛到走廊 並躺在地上 怎麼樣 是不是很想叫我一身基野前輩了呢 秋回答我會再考慮看看 突然秋才覺到不對勁 推倒了基野 魔人 並不是拿著一把弓箭 他的雙手都有著弓箭 那是他手臂的一部分 面對如同機關槍的箭語 秋跟基野只好躲進房間裡關門 秋知道現在的狀況 不是基野一個人可以搞定了 秋告訴基野 這傢伙的動作我來阻止 最後就交給你搞定了 秋果斷的說道 不管是不是新人 我都是你的搭檔 但又到 真的可以阻止魔人 如同機關槍的箭語嗎 秋選擇放下手中的刀 就這樣在魔人走進去房間的瞬間 利用視覺的視角 搶先一步 用雙手握住了魔人的雙手 制服了魔人的武器 讓基野可以抓住破綻 但出乎意料的是 魔人張開了嘴巴 口中有劍準備好發射了 阿秋! 別管我 快動手 秋大聲的說道 就這樣 劍刺進去了秋的胸口 但魔人也被又靈又熟 像牛毛巾那樣除掉了 阿秋!阿秋! 別擔心 我 是不會死的 秋在說完話後混了過去 數分鐘後 秋醒了過來 緩慢的起身睜開眼睛說 我說過了 我不會死的 基野告訴秋 沒有找到胸口的劍 可是自己明明看見 秋被劍射中了 秋說 我就知道會這樣 接下來就是秋的回合了 秋告訴一臉茫然的基野 自從我聽完上外目擊者的情報後 立刻就去調查了 因為這個魔人有的是以獨特的堅持 規定的時間 規定的出戶 且每戶都剛好有一位幸存者 所以這絕對是刻意為之的 101是富人活了下來 全家人都死了 202是妻子死去 丈夫活著 301的大學生是獨居卻安然無恙 我的想法是這樣 被劍射中的人 只會昏迷5分鐘 但他心中重視的人就會代替他死去 這次的惡魔 大概是孤獨魔人吧 佔據了這棟樓中 一位孤獨死了住戶的屍體 但基野不明白 他問秋 雖然第一戶的太太確實是這樣 但照這個規則 第二戶的妻子先被射到的 他應該會存活 而丈夫死去才對吧 秋告訴基野 你知道 NTR嗎? 喔不 秋是說 這必須是妻子也愛著丈夫才成立的 這個妻子在職場上 跟上司外遇了 正好在妻子中見的時候 他的上司也離起死亡 嗯?那你怎麼知道的啊? 在你宿罪的時候我去調查了 正好第三件也是同意 據說大學生的母親也因為同樣的理由死亡了 當時的電話就是母親的鄰居打電話給他的 欸?阿秋知道重見者不會死去 為什麼不跟我說呢? 秋回答 你連事件的相親也沒跟我說彼此彼此吧 怎麼樣?我還是沒用的廢物嗎? 基野生氣的鼓起臉頰 但隨後突然意識到什麼突然大憨 那阿秋你重視的人不就會代替你死掉 那這樣不就更不應該被射到嗎? 你的戀人還有你的家人呢?都沒事吧? 秋與其非常平靜地說 因為我已經沒有重視的人了 完成任務後 看著夕陽美景 基野問秋要不要抽煙 並從剛才的話推測出了像秋這樣的人來公安 一定是為了殺槍之惡魔 反正惡魔獵人的命都不長 要不要抽煙看看 秋說自己不會隨便死掉 說到做到喔 因為 搭檔死掉 很麻煩的 秋清楚地聽見了 自他口中說出的 搭檔兩字 回憶結束 秋的視線從窗外默默地一向睡著的電子 還會把雙腿放在電子身上的帕娃 基野前輩 現在的我 已經沒有辦法挺身衝向孤獨魔人了 秋原本有著捨棄一切的覺悟 為了向槍之惡魔復仇 在失去家人後 秋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再次會有想要保護的事物 電子醒了過來 問秋一個人在趕傷些什麼 秋回答 吵死了 都因為你們兩個 我都沒有時間趕傷了 電子面露帶韌的表情說得深 不客氣 而秋在心裡默默起腳道 希望電子更怕娃 兩人可以幸福 以上就是這次的故事內容 算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並清楚的描述了秋跟基野 互相認可對方的過程 最後的結局更是溫馨 偷偷給我加了一點洋蔥進去 求你真是太溫柔了 我哭死了 那這次的影片還要特別感謝 配音基野的中風娘 我是說舊風娘大姐 雖然她喜歡吃香菜 但她依然是一位優質台幣 沒有跟你五四三人那種 大家可以點擊底下留言區的連結 去看看舊風娘喔 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加入頻道會員支持我 那我們下次見